丟死人了!七比六! 一生恐怖! 你欺負人啊!你可以欺負人啊! 不小心!要順便不小心!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世界盃中日足球大戰 中國隊勝利是慘敗 痛擊日本 造成日本以7比0的 成績恐慌奪冠 導致現場中國觀眾 花容失色 失聲痛哭 而在比賽開始的時候 央視卻沒有直播的計劃 現場還有一名小粉紅 拿著大聲公上前大喊 我們要克服困難 沒有我們消滅不了敵人 踢個足球踢到要消滅他人 結果反被團滅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中學部長的三句話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務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誇張 不相信有消滅不了的敵人 好! 放火帶! 中國籃組齁是全世界 投球踢得最爛的球隊來的 你怎麼叫我鼓勤? 我打個龍鬼 我打個龍鬼 那兩師們的男朋友 還符合幾乎比0 還說愛國沒有跟黨綁在一起 不然中宣部的全名叫做什麼 你各位粉紅來說給我聽 來跟我唸一遍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還有更多的小粉紅製作藝營影片說 咱們已經戰勝過日本了 以前在二戰的時候已經戰勝過了 現在讓讓日本又何妨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看看真的會讓人家笑死對吧? 抗日與你共產黨有毛屁關係啊 松戶會戰、南京會戰、還是說什麼大型戰役 哪一場跟你共產黨主導的有關係? 日軍投降是向你投降嗎? 你影片最後還放一個中華民國國旗欸 然後你沒有放五星旗在幹嘛? 而這片國旗現在在我們台灣政府存在著 結果有中國網友製作了一個 日本悟空大戰中國悟空的圖片 讓小粉紅破破防 甚至還有一個粉紅啊 現場哽咽說什麼呢? 如果我們踢球踢不過的話 我們可以踢日本人啊 踢人我們就踢得贏了 真的是100%還原了周星馳 在西元2004年還是2006年拍的那一部 少林足球非常有集市感 對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就一直沒有放棄 我們不怕食物 我們真的不怕食物 我們怕食物 我們怕就沒有鬥子 你踢不過人家 你可以踢人啊對吧 這麼多國中球員 他們卻也怕手傷 那至於為什麼小粉紅會講出這種 喪心病狂的話呢? 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 有一位叫做江志鵬的足球員啊 他使用了輕功水上飄 飛身一起踢了日本球員的頭部 想要測試看看這個日本球員是不是鐵頭弓 那事後啊 他就跟媒體新聞解釋啊 我是踢足球 是日本球員的頭自己跑過來給我踢 把自己當足球 但是我們回顧一下畫面可以發現 而這些都不是最搞笑的 最搞笑的是 亞洲足球評論員啊 范志毅 在直播的時候表示 哇 糟糕啦 我們分數排最多只有準備到六分耶 也就是0123456對吧 但是日本最後是以多少的成績 慘勝中國 7比0嘛 所以這就是非常搞笑啦 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預料到 可以勝利是慘敗差距這麼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在這裡面對日本隊 很多人讓我來預測比賽的結果啊 我用Chash PD來預測幾次都是0比3或者0比4 但是我不服 我認為這場比賽我們是有機會至少0比0的 只要我們搞對戰術死守是有機會的 就算輸 那也頂多咱們輸一個好不好 這回終於等到了 浩天也就是9月5號晚上18點35分 日本隊主場迎戰中國隊 我預測一下結果 我覺得中國隊會完勝 雖然這麼多年日本隊一直在跟我們中國隊學習 他們也出了幾位世界上非常知名的球員 但是和我們中國的隊員比起來 那總和水平確實差了一點 無論是名氣啊能力啊潛力啊包括一些個自知啊都會差很多 這個我想我也不用多說 大夥應該都能明白 這是男子的比賽 如果是女子我們一定能3比0完勝 雖然是男子的比賽 我仍然預測3比0完勝 這些所謂唱衰中國足球的行為啊 都會被小粉扣上是 漢奸走果賣國賊 如果你發到外網上的話 而事實上啊 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時候啊 於舊金山的亞太經貿合作會議中 跟泰國的總理提到 我對中國足球隊感到非常的失望啊 非常的不看好啊 上市不巧贏你們泰國 真的只是僥倖而已啦 齁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習近平給境外勢力遞刀子的影片吧 我覺得僥倖成本黨 因為我現在對我們國家足球隊呢 我不敢肯定他們要給你們恨水平 看完這個片段 我相信小粉會說 唉 習總書記說的對 說的好啊 非常中肯啊 謙虛嘛 溫良公簡浪 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 優秀傳統文化 所以啊 他只是在跟泰國總理客套客套 那些在外網上客套客套的中國文章 就是漢奸賣國賊啦 習近平就不是了 當然啦 講到這裡不乏有些人會說 台灣連足球都沒有 好意思噴中國對嗎 好意思笑話我們中國隊伍嗎 我當然笑話啊 我笑話你們在會場上的舉動 還有替日本人的行為感到歡樂 這不該被取笑嗎 這不該被人家檢討嗎 從奧運開始 只要中國隊輸了日本 輸了美國 你們都會噴爆自家選手 東京奧運那個時候也是如此 更換習近平在2015年3月6號的時候 發布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 事到如今也快10年了吧 改革去哪了 改革成效如何了 這個啊就是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的項目之一 又是個大爛尾了 而這個足球改革也開打了爛尾地爛尾的開端 例如後面的全面脫貧啊 疫情防控啊之類的 但是日本方面是怎麼看這件事情的呢 日本媒體對這場日本對大贏啊 並未表現出過多的興奮 反而是很冷靜很一般的評論 因為日本人認為啊 這個7比0大勝並非日本真正的實力 也並非日本真的不可一世 而是中國在場上的表現啊 非常的無力非常的 躺平 讓勝利變得如此輕易 非常沒有成就感 日本媒體還指出啊 中國的防線如同虛設 球員之間缺乏默契跟協調 對不對 而且在面對日本的進攻 往往是束手無策的躺平 幾乎自暴自棄 舉雙手投降 欸 你可以理解為 台海戰爭一開打 習近平派解放軍 解放軍在那邊 啊投降啊投降啊投降 我真的會笑死欸 日本人家實力都沒辦法發揮 都沒辦法拿出來 是不是 這個就可以讓小粉紅破方了 讓我有一種 列強在打大清的那種集市感 欸我機關槍跟高射炮在這裡等你啊 然後你拿著刀的87軍就這樣衝過來 對不對衝一衝還自己跑走 欸我準備的子彈都沒有消耗完欸 還有一個搞笑的事情是什麼呢 一名中國粉紅大鬧上海機場 因為啊他拒絕接受檢查 當然啦因為這個檢查 我們從這個外觀來看 他並不是在海關裡面 那是什麼原因被檢查也不得而知 那他就與這個保安扭打在一起 最後還掏出了中國國旗耀武揚威 等等你們先冷靜一點 這面國旗到底是什麼法器還是什麼神器啊 是悟空的六根還是什麼 在海外不僅要高舉五星旗啊 還要逼別人的飯店掛上五星旗 甚至在自己國家維權上訪的時候 跟公安互打保安互打的時候 都要拿出這一面法器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呢 更暖心的是什麼 還是習近平在近日與非洲多位領導會談的時候 表示要給非洲33國零關稅待遇 而有很多北京網友啊發出了 因為要接待這幾些非洲領導啊 導致那個區域的高速公路跟區段全部封禁 並且習近平也打算在未來三年提供3600億人民幣 改善非洲人民間生活 有沒有非常搞笑呢 昨天我才分享了一支九分鐘的影片 中國各地非常多的家長在抱怨 為什麼咱們的學校沒有冷氣 尤其是在最近這幾天的極端高溫中 家長還要自己掏錢買冰塊給孩子降溫 而各地的冰店還趁機大漲價 原本一根冰塊是15塊錢人民幣 一路漲到35塊錢 昨天我的影片一放出之後 還有一位成都的網友跟我說 他們家附近的那個冰店已經到了50塊錢人民幣一根 很會賺國難財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而習近平拿了3600億給非洲國民改善生活 然後中國很多地方的學校沒有冷氣 巴黎奧運你們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空運了幾百條冷氣過去 中國小粉紅還大戰呢 我們中國隊很棒啊 照顧我們國家的同僚 中國的青青學子那些共青團的少先隊就不是國家動糧啦 你們不是說少年強則國強 那這些國家未來的動糧 要用到冰塊降溫 是大清朝嗎 也是啦 以前大清大明也只有達官顯貴 可以在夏季的時候使用冰塊 當然你不要跟我說因為台灣很小 所以各個學校基本上90% 95%都有冷氣 這種普及率是非常高的 不要講這種話 第一你們強調人口集中力量辦大事 第二你們強調中國的稅收是台灣的好幾倍 而你們成天是在比總體GDP也是台灣的好幾倍 在這樣的優勢之下怎麼沒有冷氣 你少一台航母跟少一次軍演 你不就有冷氣了嗎 你不要給非洲錢你不就有冷氣吹了嗎 小粉紅敢不敢噴這件事情 你們社會主義國家接班人的後代是沒有冷氣吹的 當然你們可以說我們以前老祖宗 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也沒有冷氣吹 對啊 你甚至可以吹以前你們祖先是裹小腳 你們現在怎麼不裹 不過我老公每個人沒有工資一萬多 一個月加起來至少有三萬塊錢 經濟不經濟公司自己也倒閉了 所以買房子沒了好久 我都失業了 全部靠老公的工資 要不然是我們兩個還要還房貸 但是光老公一萬多的工資 每天都只有好媳婦 不敢買衣服 不敢買水果 不敢買零食 甚至不敢去外頭吃飯 外賣都捨不得點 現在我老公的公司也在大面積的裁員 也不行他要失業了 全家都沒得收入來源 甚至居然在買房子 但是現在這個行情 房子根本都賣不出去 只會不斷的講假講假再講假 最終一兩百三十萬的家給賣出去的 現在不但房子沒得了 收服官也沒得了 裝修官也打進去了 還套錢了一合一大筆錢 我們父親為房子投資了一切 說了大功換貸款 別的傻子都不敢想了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互相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爵 下次見了 掰